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散世界神Cindy 欢迎收看我们迪散世界的第155期节目 今天Cindy我要和大家介绍一个新盘 位于洛杉矶的Riverside 那这个新盘是在2024年的Summer夏季要开盘了 它全部都是独栋别墅 那这种新盘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Cindy我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新盘大概的情况 同时它的持有成本是多少 同时它的学区状况是如何 并且它的出租回报率怎么样 而且最后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这里值不值得投资 是否是自助投资两相宜呢 那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这个新盘呢 位于Riverside叫做Argento at Citroen in Riverside 琥珀 琥珀 银井 花园 新盘 那它的地理位置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新盘的时候 第一首先就介绍的Location 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可以说这个Asset Class 它的这个形式最主要体现的就是它的位置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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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买一个Super size的那个Mention 但是它的Location不好的话 它同样不如在一个Location极佳的位置 买一个Condo 甚至是说就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投资房 所以它的回报率是相差很大的 所以Location是Location location 绝对是做房地产这方面投资的金规戒律 应该是什么 金规戒律 所以咱们看一下它的Location 它是在Riverside靠近UC Riverside 就是大学 Riverside大学非常非常近 大概应该是15分钟的车程 那总共大概也就是不到8迈 应该是7点多迈 然后到洛杉矶呢 只有64迈 然后到比如说到达我们Orange County 再到Urban是41迈 然后到那个Urban Oh sorry 到Urban是51迈 I'm not sure why 到Newport Beach 到Newport Beach应该是差不多51迈 到Urban是41迈 这怎么说了两个Urban 估计可能是打错了 这里应该是41迈到Urban 51迈到Newport Beach 那它是通过91号公路 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所以它这个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 也是去哪都很方便 你看不仅仅是离UC Riverside也很近 同时离Chapman University Fullerton University都不远 所以呢它这个位置 不管是说你要是作为学生 或者是家庭都比较方便 那咱们看一下它这个 湖泊引井花园啊 它是由哪个建商 因为我们之前和大家聊得好 就是说就是建商 买新房的时候 建商是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对建商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做些homework 去做些功课 那或者是找了一个对就是这个满卖新房非常熟的经济 来帮你帮你挑选 那这个建商是KB Homes KB Homes还是在美国属于比较 比较有名的一个大牌房地产开发公司 它这个呢是有总共有五种户型设计 整个小区呢 才只有81套新房 所以它的可以说是它的供量和供给啊 是不是那么的高 全部呢都是途中别墅 而且呢平均占地也比较大 相当于是不到应该是超过5600平尺 这个比尔湾的新房相对来说 它地平均来说的话就比较大一些 所以呢大家有些人比较喜欢买 有些买家是比较喜欢买 比较偏的location 他觉得这个地亚比较大 但是话到说回来 就是地虽然小 但它位置好的话 同样更值钱 首先咱们看它的学区 学区呢可以说是学区房啊 因为它主要是UCR 也就是大学 就是Riverside大学 靠得非常非常近 Riverside大学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 在美国的话 应该是76名 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美国国内的大学 是排名76 还有一个是36名的排位 是Top Public School 也就是可以说是公立学校 排名是36名 然后在Best Value School 因为它性价比 超高的大学呢 它相比是排名209名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这里是可以说是 学区房的区域了 然后它的小学是哪儿 是Mark Twain Elementary小学 它不是五星 但是四星也不错 应该是中等偏上 然后它的中学呢 是Frank Augustus Miller Middle School 它也一样是四星初中 然后高中呢 是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 High School 也是在可以说是在 2335学校中的排名279名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这里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应该是说属于中的偏上 然后它大学的话 这里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棒 可以总的来讲 应该是学区房 那咱们继续聊一下它的持有成本 因为咱们最关心的是吧 买房 买房以外 除了location 最关心就是它房价 还有它的持有成本 那cost of living here是多少呢 它的税呢 是1.95%到1.99% 可以说相对来说属于偏高 主要是它应该是什么新区 大家都知道新区相对来说是比较 比老区是相对来说高一点 它的持有成本 那它的Hoy呢 就是说在开发建设中 这个期间啊 它的那个小区物业管理费 是196美金一个月 然后开发完成了以后呢 它的小区的就是物业管理费呢 是228美金一个月 所以相对来说属于偏低的 就是小区物业管理费 然后amility它的配套设施呢 有设计公园 还有周边的一些绿化 不是那么多 因为它主要是什么 这个盘特别小 它只有81套盘 81套独东别墅 所以不是特别大的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新盘 像有些像Towbrother 包括Nanar开发的新盘 它一般来说相对是比较大的 它是master community 然后再加上sub community 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小的一个小盘了 那这里的户型有五种户型 户型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相对 不是那么的方便 当然了这个因为它的价钱非常美丽嘛 所以说你不能够说 我要价钱又特别好 然后各种需求又都达标 那这种东西perfect东西是不存在的 Nothing is perfect 所以在这里的话 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 价位比较低 资金要求量比较低 所以相对于它的户型 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为它大只有这么大 然后它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的话 那肯定有些不完美的地方 比如说户型一户型二 包括就是对 还有户型应该说是户型三 一二三三个户型的话 它都是三间卧室两间卫浴 那户型四和户型五的话 相对来说你可以选择是三个卧室 或四个卧室 有户型四 那户型五呢是四间卧室 如果是四间卧室的话 两间卫浴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的方便 当然它的居住面积要大了 所以对于家庭有很多孩子来说的话呢 就有比如说两三个小孩的话 那可能就是户型四和户型五比较方便 那一二三呢相对来说 比较是属于空巢老人啊 或者是家庭 或者是那种年轻的couple 还没有小孩 或者只有一个小孩的 比较适合stutter home stutter home或者是说空巢老人 所以咱们距离看一下它的户型的设计 这里大小的是从1279 也就是不到1300平尺 到超过2000平尺 它的总共的居住面积 三到四五两间卫浴 那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您现在看看的节目呢 是地产世界 美国成身体地产世界 我们每周三和每周五的下午 每期时间三点 我们如约而止不见不散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这样你就同时的加上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 就是就不会miss掉我们的那个分享了 你就可以收到那个小铃铛的及时跟屏通知了 那找不着的话呢 可以找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除了我们的主频道以外 我们还有个副频道叫做美国地产 Sendichian Realty International 在副频道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有关于投资地产 包括金融的知识 还有包括案例分析实时的实时的实力分享 还有包括一些热点追踪啊 都在这些副频道上面都可以找到 另外的话呢 我们除了在这些油版频道上 我们在其他的自媒体上面 也会有跟大家分享 那到时候的话 一会儿我给大家再分享 具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那我们先讲聊聊他的户型一哈 户型一呢 这个是应该看起来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Single Level Single Level是比较适合老年人 因为Riverside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应该算是半retirement community 它不完全是说retirement community 也就是说退休社区 但属于是退休社区 所以呢 这里因为很多退休老人呢 都喜欢在这边居住 所以这个开发商界上呢 它是推出了好几个户型的 都是Single Level 也就是一层大平层 这样适合老年人不用怕楼梯了 那这套设计呢 是三间卧室 两个卫浴 居住面积是不到1300平尺 两个车库 具体呢 你可以看它这里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 我这里就不讲多了 但是我要提一点了 就是它是9 feet ceilings 也就是它的屋顶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一般来说是大概8 8或8那个8 feet 那这个是9 feet 但那没有到10 feet了 那也有外的一些新房 基本上是在10 feet 那这个9 feet也应该算是 相比平常的老房子要高一些 它的屋顶 那可以看它的设计 后期设计 它后期设计呢 是比较属于通透性 也就是主卧呢 套卧 靠近那个公共生活区域 然后还有另外一间卧室呢 是靠近走廊一进来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呢 那两个次卧呢 是共享一个卫生间 所以这个设计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中轨中举了 比较周正 所以它这个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那个pantry 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小 它不是walking pantry 就食物储藏间呢 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如果是说比较 爱吃的吃货呢 可能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OK的 面积还是挺大的 对于两个三间卧室来说 然后第二个户型呢 也是三间卧室两间卫宇 生活面积呢 是不到1500平时 1470 也是两个车库 同样这里呢 也是 大概的情况这里呢 可以截图自己去看 主要是咱们看的是它的户型 跟刚才那个户型 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呢 主卧是靠近它的公共区域的 主卧靠近公共区域 pantry相对也比较小 是个closet 而不是一walking closet 它的户型 其实这个户型 我觉得户型 二号和户型一呢 是非常雷同的 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是设计理念 和设计 它的那个框架 structure 基本上那个layout 它的那个户型啊 是极其相识 一模一样 基本上是可以这么说 不能说是完全一百分之百 但是类似 像次卧二和次卧三 都是共享一个卫生间 所以呢 我觉得 一号和二号户型 是非常雷同的 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提到 除了我们有管频道 我们在其他的自媒体平台上 也有 也有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 在tiktok呀 在抖音啊 还有包括小红书啊 这个是给大家最近分享的 一个三个三个三个例子啊 比如说房价近年会降价 那如果我现在买了 我是不是吃亏了呢 因为我没有 有没有在低的时候买啊 是不是这种概念呢 就是这么 所以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 到底什么给你 给你分享 给你解释的 然后第二个 用数据告诉你 而完的房市 哪里 哪里的房价跌得最厉害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巴菲特在阿里 23年砸了 狂砸了八个亿 进军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这个赌 这个什么可以说是 投资界的大佬 他呢 砸那么多钱 进去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给大家 有什么暗示呢 如果是有兴趣了解 这些话题的朋友呢 可以上我们的 西瓜抖音 头条 小红书 TikTok 都可以找到我们 只要扫这里的二维码 就行了 然后咱们继续聊 户型3 户型3同样也是 三间卧室 两间卫宇 它这个是 1548平址的居住面积 跟可以说是 1号 2号户型 也非常相似 这样同样的 你可以在这截图 看它到底有哪些 具体的那些 你懂 细节 这个户型呢 说实话 我觉得 跟那个户型1 和户型2 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它唯一的差别 可能就是说 它的卧室 卧室就是 次卧2和次卧3呢 它的那个浴室 不是在中间 而是在里面 比如说它 户型1和户型2 它的那个 就是叫Jack and Jill Jack and Jill Bathroom 也就是说 那个浴室呢 是在次卧2和次卧3中间 那户型3呢 它这个浴室呢 不是在次卧2和次卧3之间 而是在次卧2旁边 那次卧3呢 它需要走一下 走下去 才能够到那个什么 到那个浴室 也就可以看 这里有个小的走廊 这里有个小的走廊 但好处呢 就是次卧2 虽然说小一点 但它有个什么 walking closet 它有个布鲁式衣帽间 次卧3呢 虽然大一些 但它的衣帽间呢 是closet 就是有一个衣柜 然后呢 次卧3大 但它要走到浴室的话 稍微要走多走几步路 OK 所以这里真的唯一的区别 其他的基本上是 跟1号和2号户型 基本两类同 也就是说呢 主卧就仅靠着 它的什么 公共生活区域 所以也比较方便 所以呢 123可以说 基本上是 雷同的户型设计了 然后再聊一下 户型4 它是3到4间卧室 你可以选择 3间卧 或者是4间卧室 那这里要主要看 你们家的人口多少了 是吧 它也是两间卫宇 它的居住面积 就比刚才123要大很多了 它是将近 1900平尺的生活面积 两间浴室 那这里呢 也是你可以截图 看它具体有哪些内容 那咱们主要关心的是 它户型 怎么样一个户型 其实这个户型呢 就跟之前的户型3 有点类似 户型3有点类似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次卧2和次卧3呢 是那个浴室 是在次卧2旁边 也就是说 它是要从次卧3 要走过去一些 所以跟那个户型3呢 是比较雷同的设计了 它的主卧一样 也是靠近公共生活区域 那它这里的pantry 是非常大的 因为 因为它如果是有四间卧室的话 那你就比较相对来说 那你就需要 更多的那个生活空间 所以呢 那你这里就需要 比如说就是pantry的话 就需要大一点 储藏更多的食物 那这里是因为 你可以选择三间卧室 或者四间卧室 那目前它给你分享的 舰上给你提供的 给我们提供的 它这个户型图呢 是只有三间卧室的 那你自己可以选择 再加出一间 我那个卧室出来 那户型5呢 是四间卧室 它是两间卫浴 它的居住面积超过2000平时 是2026平时 也是两个车库 那这个呢 具体你可以截图了 它这个 看一下户型 走来看户型 那户型的话 可能这个 如果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 那这个户型是比较适合 它有四间卧室 这个呢 一样 它这个是1234 但这个呢 我觉得比较不错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呢 就是它这个卧室比较多 那缺点呢 就是浴室太少 只有两间浴室 所以呢 三个次我要分享一个浴室 特别是第四间次我 那要上个厕所的话 要穿过走廊过去 那次我二还是比较近的 次我三也相对来说比较近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它的缺点 就是它的 三间卧室要共享一个卫宇 这个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卧室比较多 浴室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个比例相对有点失调 但是从价格上来说 你这个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低的价位 能够买四间卧室的房子 而且居住面就有2000平时以上 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 所以呢 这就看你怎么去 就是说哪个点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是价格美丽重要呢 还是说生活便利更重要 那这个你自己就要去平衡了 主卧呢 它比较靠近 公共生活区域也是比较不错的 它的户型 那walking closet和那个浴室分开来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设计 我觉得比较不是特别的方便 或者是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要特别是主卧的话 一进来 这个 就是这个closet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缺点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话 不是特别的方便 因为来说的话 你在浴室里用完了 促洗完了以后 你要在衣帽间穿着好 然后再出卧室是吧 那这里的话 你要是洗漱完了以后 你要走到穿过卧室 要走到另外一角 去什么穿衣服 换衣服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这种户型设计 但是again 因为你要比较好的 就是平衡点 就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 有四间卧室 然后生活面积比较大 所以说你要平衡它的价格 和什么 和生活的设计便利性 Anyway 所以说五种户型 给大家分享完 然后在继续聊之前呢 给大家提嘴 我们的网站 是signichinrealty.com 我们的网站是 非常的多功能 多功能的是什么 就是你不仅可以在上面 找到你的房产 就是值多少钱 可以做个评估 同时呢 也可以用按揭计算器 还有很多的视频分享 包括一些地产的数据分析 还有一些 比如包括新闻 时事追踪 都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还有看到很多的online blog 这个是给大家具体的例子 就是你怎么可以 就是说 你在哪里 可以输入你的房产地址 然后给你提供你的房产评估报告 然后右边呢 是它的按揭计算器 你大概就是在买房 下手买房之前 就大概预算一下 你的预 就是你能够负担 多高的预算 买房预算 都可以在这找到 这里呢 你可以去 就是我们的网站 我们真的是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 去把这个网站打造成非常的功能多元化 信息多元化 同时呢 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我们的网站上的房源搜索是实时的 也是和MLS直接挂钩的 如果是你在 你在Zillow Tulia Redfin上面查到的房源 它不是100%的确实真实的房源 因为它们是属于第三方广告公司 它们的目的呢 是吸引你去它的网站是搜索房源 是什么 它的traffic 它需要的是流量 所以呢 它上面有些房源 其实根本不存在 已经卖掉或者已经过期了 那它继续挂在它网站上 就是为了吸引流量 而我们的网站上的实时房源搜索 是跟MLS直接挂钩的 是每20分钟 25分钟就刷屏一次 是非常精准到位的 所以呢我们的房源搜索 是没有任何的误导性的信息 因为我们这是什么 是和MLS直接挂钩 它不是需要吸流量的 它是以数据的真实性 作为它的那个什么 main reputation 它的主要的名誉 就是它的数据的真实性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 Sony你聊那么久 跟我们讲这个新盘 然后呢介绍那么多 那价格是多少啊 到最后还怎么 就是还不告诉我们大概价格 其实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是因为什么 开发商建商 他永远不会在他开盘之间 告诉你价格 为什么 因为他到最后一刻 他都要什么调整价格 要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调整价格 所以他不会过早的披露 他的价格区间 或者价格给你 因为建商他需要保护自己的最高利益嘛 这个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点 bottom line 就是建商要保护自己的最高利益 所以他不会过早的去给大家告诉你 他的大概这里的房价是多少 但是呢 他不告诉我们 也基本上可以推出来大概是多少 是吧 刚才给大家说了 这边的最小的是大概是 1400平尺 最大的是2000多平尺 那你给这里呢 是我给大家调出来的 在这个同一个小区 同一个周边的 他的那个新房的价格 新房的价格是多少 咱们这里看的是 2023年去年的房价 新房 他这个是大小面积是 2227平尺 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相对比较他的单价呢 是309美金一平尺 可以说是310吧 他的lot size大概是 5500不到 所以说相对来说 比这个新盘的lot 相对来说小一点 因为新盘的平均的 那个地的大小是 5600平尺嘛 所以说更大一些 这个的居住面积比较大 所以说呢 新盘的居住面积 相对来说小一些 他的要价呢 是不到70万 69万2到 下降了一点价 是69万了 所以说不到70万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呢 是他的居住面积 将近 哇 将近2900平尺 非常大了这个居住面积 2900平尺 他的地呢 大概是将近 将近6000平尺 将近6000平尺 他这是有5间卧室 所以家里人口比较多的 这个比较适合 有5000卧室 他要价呢 是75万多 75万多 也是2023年的新建房 都是独栋别墅 这聊聊都是独栋别墅 那这个呢 是和大家庭居住了 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了 5间卧室 才只要70多万 天 是吧 这个2023年建的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2500平尺 也是5间卧室 要价是75万 75万 单价呢 是比较高 他这个单价性价比较高 才到300美金 相对刚才那个说这两个 这个最高的是260美金一平尺 所以说他的这个 就是居住面积越大的房价 他的单价越低 也就是他性价比越高 所以人口多的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户型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这个相对来说高一点 也是 这是2024年的新房 也就是2024年 今年要出来的新房 要价是75万 75万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的价格 又往上再走了 是吧 这个2023年的 2023年 这两栋 和2024年 要即将出来的房价 是不是更高了 我说的是单价 当然这个是小的 不能跟他相比 要类同 我说基本上是处于中间了 他比那个小的 单价309美金一平尺的 单价要低 但是呢 比那个就是大的 将近2900平尺的 居住面积 他的单价要高 也就是他就要趋于中间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时候啊 我聊那么多数据 有没有观察出来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房子越小的 他的单价越高 那个房子越大的 他的单价越低 你看了没有看出来 所以说如果是说 从性价比来说的话 那你可能是说 同样类似的 基本上接近的价格 可能是买 居住面积更大的 更好 因为你的单价更低嘛 性价比更高 不管是自己住的舒服也好 还是说将来出租也好 相对来说可能 会更加方便 出租出去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 因为这里 刚才给他分享的 三个 那个户型呢 都是两层的 那这里分享一个 就是他的大平成 大平成单价比较低 不 sorry 总价比较低 单价比较高 他其中年纪才只有 1600多平尺 但他单价已经达到 362美金一平尺了 也就是说 大平成 大平成他单价比较高 好几个原因了 第一呢 是大平成比较稀少 也就是说 大平成的话 大家都想买 特别是退休人 退休人 因为 就是家庭啊 就是特别喜欢买 大平成 特别是在加州 加州的话 特别是南加 来这里退休养老的人 特别多 因为这里没有冬天 没有下雪 所以呢 老人不容易划刀啊 不容易怎么这个那的 特别方便 生活不方便 所以来南加 只要他的经济能力 能承受的人 前提下 来南加 就是说养老度假的人 特别多 那来这里的话 就年纪相对是比较大了 所以呢 大平成是他们的什么 将刚性需求 是需要大平成 所以大平成的需求 非常高 但是呢 大平成 他的量 就是供给非常低 为什么呢 因为开发商不愿意 建大平成 因为建大平成 对于开发商来说的话呢 就是不划算 所以呢 唯一的那个动力 能刺激 刺激进方 建商去建大平成呢 就是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要价比较高 因为这个demand 一般来说买大平成 都是比较退 都是退休的 或者是有比较 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这种人的话 一般手上 他的有的 他的资金啊 资金来源 或者是他的资金能力 相对比较高 所以呢 所以呢 建商他的这个 对大平成的 要价 单价是比较高的 你看他 这1600多平尺的 生活面积 他的单价 就能达到 362美金一平尺 远远超过 其他的三种户型 就是 比较大的 两层楼的户型 是吧 而且大平成的 占地比较大 要求比较高 因为占地大 但是又见不了 多少square footage 所以呢 建商他不愿意 开发大平成 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呢 那他因为需求 市场需求 所以有些建商 还是会相对的 出一些大平成 像这个建商 KB Holmes他就在 这个新盘里面 出的大平成就比较多 所以呢 他的单价 就相对比较高了 别说 那这个大平成 单价太高了 我不买了 那不一定是这样 如果适合你 这是最好的 如果你真的是说 属于年纪相对比较大 为什么要去买一个 两层楼的这样的摔跤 还要建个 不方便嘛 生活起居不方便 是吧 同时的话 大平成其实 在男家来说 是最抢手的 因为真正有经济实力的人 的话 是喜欢买大平成的 因为退休人士 或者半退休状态人 是买大平成 我自己住在新港的房子 也是大平成 当然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主要是考虑我妈 因为她的腿脚不太方便 我怕她摔跤 所以我买的大平成 你知道 我找这个新港的大平成 找了两年啊 找了两年才找到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也就是可以告诉你 物以稀为贵 大平成真的是非常难找的 家里有老年人 哪有人啊 或者是说 像我现在跟我 那个什么 住大平成住习惯了 我住二层还住不习惯 当时当年买的时候呢 是为了我妈考量 我怕她摔跤 但是我自己住习惯了 我发现 哎呀真的太舒服了 冬暖夏凉 而且不用爬楼梯 而且又有四合院 我们这有四合院 新港有四合院 有前院 中庭还有后院 所以住习惯觉得真舒服 因为采光又好嘛 因为有四合院 所以整个一个 是个回廊一样的设计 所以每间房子采光都好 然后又加了五个天窗 所以我们家的那个 房子是非常通透的 所以老年人来说的话 像我妈就特别喜欢坐在这 我们也许她的房产 就是两三楼的都有 所以我妈最喜欢的 还是大平成 老年人真的是适合 所以呢 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 你卖大平成 你将来卖的 卖价也高 因为什么 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 是喜欢买大平成 他也愿意出高价 我记得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快的故事 very short story 我在Irvan的Irvan 在Irvan就是这边的很近的一个区域 我就不讲 就靠近Shady Canyon 一个社区是一个大平成 当时我给我客户买的时候 是他是380多美 380万 380万 我有个另外一个退休了 从佛罗里达搬过来的一个老头 一个白人 他出了他就是直接在上面要加50万 我刚刚给我买 给我客户买下来的 抢下来的 385万抢下来 一个老美就给我打电话 Sandy我知道你帮你的客户买了一个大平成 在Irvan的大平成 我在Zillowson看了是385万买下来的 他说你能不能够转手卖给我 他说我愿意再加50万 我说刚买下来 还一个星期都不到 这老头就愿意再加50万 从我的客户书上买过去 这个就可想而知大平成有多popular OK Anyway Long story short 不跟你多聊 咱们继续聊这边的出租情况怎么样 在Riverside 现在我们这是最近的数据 调查的数据 在它的中指出租的房价的 租金中指是3200美金 3200美金 就是year over year change 也就是说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它是租金涨了400美金 租金涨了400美金 平均在市场上出租房 它的时间是36天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那个是三间卧室的 3200美金是三间卧室 那咱们看一下四间卧室 它的租金是多少 四间卧室3400美金 租金平均 它的year over year change 它是增加了105块美金 105块 也就这个数据告诉你什么呢 可能就是 如果你作为投资来说的话呢 在Riverside这一块投资 你可能买三间卧室的 就不要 不需要买四间卧室了 因为你这个投资回报量 我们叫做什么 有个这个curve 到了一定的level 这curve它就是什么 它是转弯的 它不往上直接走了 它是什么curve back 所以也就是告诉你的话 在哪个点 你比较适合去做投资 也就是说三间卧室 比四间卧室 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 它的回报率会更高 OK 咱们再看一下market analysis 在Riverside这个区域 它这里的房产的终止是73万不到 73万 这里现在还是属于卖方市场 就是因为它没有多少房源 Riverside还是来的人 还是比较多的 不管是来这里工作的 也还有居住的 包括外人人口 还这里来上学的 所以这里相对来说 它的population还是非常稳定 而且是持续增长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 它这里的average sell time 平均的销售时间 哇你看一下 在2023年1月份 这里的房产的销售时间 将近两个月 到了2024年1月份 这里的销售时间22天 Oh my god 如果你是作为投资客 你2023年1月份 没有出手买的话 那你就已经out 也就是说 你已经miss掉这个机会了 我在2023年 我记得是2022年底 2023年初 我帮我很多投资客户 在那段时间 抢了很多投资房 所以说的话 你要是说 在那段时间没抢房的话 那你真的是out out 我要等到房价掉下来 等会儿掉下来 Yeah Good luck Anyway 所以说这边的话 还是Riverside 非常popular 然后咱们来比较一下 是不是说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也没有参照物 你怎么知道 这里是好是坏呢 是不是 我们就用大家最熟知的 耳湾的房市来比较 像耳湾的房市 它是你看这个线 这个橙色的线是 耳湾的这个房价曲线 绿色的线呢 是Riverside 是河滨线的 河滨市的这边的房价 房价的曲线 你看基本上雷同 基本上类似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Riverside 它涨幅的话 涨的幅没有 耳湾涨幅高 但是基本上这个pattern 它这个基本上的pattern 是比较类似的 它的房产中值呢 是73万左右 而Rivers的房价中值是 135万左右 也就是说Riverside 房价的中值是 河滨市的房价中值的 几乎是两倍了 但是它的增长pattern 这个pattern是类似的 只是它的涨幅呢 河滨市它的涨幅 没有耳湾的涨幅那么高 到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新盘 我们说的是 琥珀银井 新盘是2024年夏季 夏季要开盘 那预计呢 因为我们是根据市场的价钱 给大家做一个预计 因为建商不愿意透露这个信息 所以呢 我就根据在那一块的市场 它的市场价格 目前的市场价格 给它做一个大概的 大概的房价的预计 那这个房价预计呢 是什么 是只是说在目前来说 这是预计的 根据目前的房市状况 当然还有房价是说 很多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就是它的贷款利率呀 包括经济状况呀 还有包括整体的那个什么政策 政府政策呀 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呢 根据目前大家的状况呢 还是预计它这里的房价 是在65万到72万之间 但是并不能单据说 哎 再过六个月 房价会怎么样 大家不可而知 不得而知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 因为什么房市在不断变化 你只有跟着我们的话 才能够紧张市场趋势 你才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你跟着我们才能看到 哎 这个房市在怎么变化 是上条下条 都比较有个清晰的了解 这样的话呢 你在做你购房计划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然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这里买房 不管是资助还是投资 它能有哪些优势 第一呢 这里是学区房 就说了 UC Riverside 是吧 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在这 所以呢 旁边还有很多 平价优良的学校 第二呢 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离215啊 91啊 60啊 都非常近 可以叙述到达洛杉矶 城县 所以呢 这里去哪都很方便 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 都是非常的flexible 非常convenient 然后还有呢 极大的设计的自由度 就是说 KB Home呢 给了就是买家里呢 就特别多的什么control 你这样可以设计 就是不管是从房子的户型外观 来设计 还有小到什么水龙头 它的那个材质你都可以选择 这个很难得 因为大多数是舰商的 它不会给你提供太多的什么设计选择 很少很少 因为他们是走量 wholesaler 所以呢 他们相对来说 他们要提高他们的回报率 所以他们的很多的那个supply 就是建材supply 都是批发的 批发大量的批发 那这里呢 这个舰商呢 给你的是嘛 是比较多的选择 这个是很难很难得的 所以这样你可以就是可以说 不能说那么那么那么说是customize 但可以说是semic customize 那就是半定制化的那个新房 还有呢 就是Riversite 离OC 离我们这儿 在Orange County 才只要30分钟左右 而它的房产中值 刚才大家也说了 是二弯的房产中值的一半 所以呢 这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总之来说呢 这里的投资资金要求量 是非常低的 是一个不错 对于就是说 从投资支柱 就是对性价比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来说呢 这里非常适合你 因为时间原型 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最后要给大家强调了 就是说呢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千万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呢 你就不会miss掉我们的跟评通知 我们是每周三和每周五的下午 每期时间三点 我们如约而至 不见不散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非常多的 有关房产 投资 金融 还有时事热点 追踪啊 各类的信息 我因为是有金融背景 所以呢 在这里除了房地产 投资的话 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金融投资 我准备是跟大家 因为有些朋友的 就是还有观众啊 粉丝的需求呢 希望我们给大家分享 更多关于金融和投资方面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 我在2024年 也准备给大家分享 更多在金融和投资方面 除了地产以外的一些分享 那话不多说 最后我自己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点赞 关注不迷路 地产世界来呆乐 我是地产世界呈生地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